好美喔 很美对不对 这个也是姐姐的收藏 这是姐姐收藏 这个也是很美的 您这个祖母绿 我这样看我就觉得 它是非常棒的一个祖母绿 真的吗 那祖母绿我们要看到 首先第一 颜色够不够浓郁 第二产地是哪里 因为产地跟以后 它的这个增值有关系 第三就是看有没有优化 因为我们人工处理过 怎么样优化呢 祖母绿最多的优化就是浸油 浸在油里面 浸在油里面 因为祖母绿它这种宝石比较干 那多少都有些裂缝 细孔 那你加上油以后 就觉得好亮喔 那事实上它是优化处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祖母绿是哪里的产地 好不好 八字楼头石 它到底在哪里出生很重要 产地它也没有讲 只是看得喜欢 那没有关系 秦老板一看就知道 在哪出生的 刚刚秦老板有讲到 那个泡油处理 是 其实泡油处理 它有分等级 那并不是说泡油之后 就一定都不好 因为它泡油了之后 它反而不容易裂 它对于保湿的本身 它有很安全的一个效果在 它会黏着在一起 是 那我们去看 今年拍卖市场里面 这样的一颗 几克拉呢 5.87克拉 这个祖母绿也有泡油 它是哥伦比亚的 起拍价165万 港币 港币 成交 212万5千元 哇 212万 千万的珠宝 刚刚看到这一颗 我就跟这一颗很像 真的 你这个几颗 这个 我看到左右 这颗颜色非常漂亮 真的吗 有一点点油 一点点 不是很严重 一点点油 那这个颜色 是很正统的 哥伦比亚的这个 所以刚刚那个拍卖 古人比亚 古人比亚 一点点油 颜色 柯拉 条件都一样 人家是200万港币 200万 你现在先给你阿姬说一下 说你要抽 如果这个有增值的话 我就要抽一层 抽一层 好 姐姐买多少钱 你不记得吗 38 38万台币 38万 好 希望无穷 来 我们来 建价 评估一下 请建价 100万元 哇 真的 真的 真会买啊 这个竹母真的很漂亮 不过一看就很讨喜 对不对 对很美 颜色非常的浓郁 对就 那竹母率也很少 就说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瑕疵 那这个已经算是很干净的 好开心啊